大家好 我是茂地契的老顽童周同达 今天我来的这里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村子外边 这个往山上来的这 这个地有这样一个地方啊 这里有个水塘 好些人都来这里钓鱼来 但是呢 我还从来没来过 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来 算是来这里看险的 就在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 这个景色还是相当漂亮 非常的美啊 往山上那边看 郁郁葱葱的 也非常的漂亮 这个前面这里呢 有一个小棚子 可惜 这个棚子里边 是 有风啊 我看是 这个风还是挺大的一种马风啊 也相当的可怕 我都 进来的时候没注意 等我把摩托车骑进来 才发现 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来看看啊 来看看这个风 风 这个风就在这个凉上面 有一群风 好像是刚来的 要在这里做窝啊 啊 有点挡着 我要往这里来 再让它折了我啊 看到了 啊 一群风 啊 一群风 啊 还挺大 跑这里来 来来来 在这里来 按家路 厚吧好像是 所以我 我把摩托车放进来以后 我才 才发现它啊 不然我就不进来了 既然已经进来了 也就不管它了 呃 这个地方 还是挺好啊 景色还不错 啊 啊 我们看看那个山 啊 雨雨冲冲啊 啊 一肯苍茫 啊 今天我来到这里 才发现了 有这么一个地方 啊 这里还有人 啊 拿着这个猪笋 啊 这个猪笋 拿了以后 没拿走 摆在这里了 看来这个 恐怕也不能吃了吧 都放干了 啊 啊 这个水塘呢 现在的 水好像也不是很大啊 啊 在水大的时候 就那里有一个水 水槽啊 水大的时候 水就从那水槽下去 啊 平时呢 这个 上面的水下的 就在这里 啊 继成这个 这样一个水塘 嗯 那里头的雨 还是挺大的 他们每年都会来开放 然后他们就来抓鱼 那平时也有人来这边钓鱼啊 嗯 我们在外面走一走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风景 啊 这里地势比较高 所以说看得也比较远 从这里看过去呢 就是这个山 这个山梁 沿着这个山梁往上去 啊 一直到那边有个地方叫爬蛋 嗯 是这边最高的山峰 以前我在那边住 住过二十多年 嗯 现在我搬下来了 嗯 我们就来看看这里的景色 这个 这边这些树呢 都是橡胶树 这些都是橡胶树 那边 那边那个好像是一个厕所啊 那边好像是一个厕所啊 那边呢 那边呢 也有人种玉米 啊 啊 各种的树木啊 还 远处能够看到老窝 啊 老窝那边的 湄公河那边的那个村子 那这里都能够看到 啊 主要是 我想这边这个景色 等一下我这个我这个手机 我不知道它是 这个稳定器 它本来就不能这样换镜头啊 还是我不会换啊 如果想把这个镜头 换过去的话 它能照起来那边就比较好 啊 因为这个太阳太太毒了 所以说照起来有这个光线 也是有点效果不好 啊 啊 我们就这样来看看那边 啊 那边那个山景啊 啊 那边山上有一棵花 那个花的树啊 啊 那个人是万绿葱中一片红啊 啊 那里也是相当看着啊 啊 特别显眼啊 啊 那个花 那个树成太满了花 啊 那么 这个小棚子 啊 里面还挂的泰国前一阵的皇帝 就是九十皇的像 啊 后面那里还做了一个小庙 这是泰国人的封锁 那边做的小庙 啊 这是有人在这里来做一种仪式吧 那里用竹子来扎的 搭起来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仪式什么的 有人以前在那里做的 这是啊 啊 那边那个山呢 就都是 就是 荒山野岭没有开发过 可能政府也不让开 啊 那边是政府不让开的地方 呃 泰国化叫把麦 也就是森林局 来管这些啊 就把麦来管 你谁要砍 谁要动是不可以的 啊 那么 这边呢 转过来这边呢 呃 就有很多这个山头 都是开发过的 这个山上都是 都是果树 还有呢 就是橡椒树 当初一窝蜂的再来摘橡椒 那个时候橡椒之前啊 一公斤一百多株 哦 南部那边有橡椒的人 全都发财了 后来北部说也能够种 然后大家都来种 就都来这边种这个橡椒 啊 结果呢这个 橡椒这个价钱就没有了 现在啊 啊 上一次我拍这个视频 就拍的这个 呃 拍的这个 这个草啊 这个 呃 我们国内说是这个东西 一克能购买一万钱 甚至几万钱 啊 你看 这个 这就是寒羞草 你一碰它 它的叶子就合起来 它叶子的背面呢 是有点 算什么色呢 红色也不是啊 啊 这个它一合起来的颜色就变了 这边到处都是啊 路边很多 这些东西也不怕财 也不怕车压 啊 反正它的生命力非常强 啊 到处都是 我开玩笑说如果 这个东西这么值钱 我用激装箱 我弄它几箱 运回去 啊 我就发财了啊 不过这个就等于说 那个穷人 捡了一个鸡蛋就想发财 啊 一个鸡蛋孵出来就一个母鸡 母鸡下蛋用几年就下了很多的鸡 然后就孵出很多鸡来 然后把这个鸡换成羊 然后就是有一群羊 然后慢慢的换成牛马 那就牛马成群了 当然就是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了 啊 这边这个景色真的是很美 以前我没来过 人家告诉我说这边美 我说我就进来看看吧 啊 来的时候有的还说这个路不好 现在看来这个路还是相当好的 嗯 虽然是山路 就是这样用推土机推一下推出来的 但是这个路还是挺挺平的 从这里我们再往那边看看 这个山上那里种的全都是柚子啊 柚子树 啊 这边的柚子很多 柚子它的产量也很高 而且它的柚子摘果的时期很长啊 现在大家还在大量的收柚子果 但是两个月以前我就看到有人收 啊 有的人家呢就是用这个车来拉 就是我们国内说的那个皮卡啊 这边叫嘎巴啊 用这个嘎巴车 嗯 是比较方便 因为嗯 家家都需要拖东西什么的 比较方便 不像这个轿车什么的 它没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 他用这个车来拖 也有的人呢 他没有车 他就用摩托车啊 外面装一个挂斗 就用那个拖一天跑几趟啊 一边摘就一边拖出来卖 一边摘就送到收购的点去啊 所以说这个山下有很多这种树 这边现在目前最多的除了一个橡胶树 橡胶树是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 比较陡峭一点的地方啊 比较多啊 就是这些果树 啊 刚才我过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 种了大片的玉米 而且 有实在辆这个巴嘎啊 也就是这个皮卡车 往外拖 我过来的时候遇到 等一下下去我给大家拍一下 让大家看看 这边的人收玉米 又是 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 好吧 这一段我们就拍到这里 等一下我再过去把那个山 那个山的景色给大家拍一拍 嗯 好 嗯 第一段我们就到这里吧 啊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